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鲜血凝成的友谊不复存在 中国和朝鲜这对昔日盟友 终于公开了他们之间的裂痕 朝鲜官方喉舌朝中社日前全文推出反华社论 指责中国大陆在朝核问题上背信弃义 对不起长期在反美前线艰苦作战 保护了中国国家安全的盟国 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微信反唇相机 首次反思抗美援朝战争 指出中国承担了北韩当年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 今天的中朝反目让人想起 昔日中苏论战和中越战争 观察人士认为一个翻脸的盟友 可能比任何敌人都可怕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检讨自己的朝鲜政策 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 中国如何选边 北京和平壤最终会不会反目成仇 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呢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是从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节目的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 李先生您好 徐伯浩 大家好 那么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国际问题学者 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博士 吴博士您好 VOA的观众好 主称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另外呢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写信VOA China 称中国为中国大陆 这个朝中社这社论呢 可谓是用意深远 那么首先我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 平壤这是什么意思 我先说几句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词 这主题词是 我认为中朝必有一战 早打比晚打好 大打比小打好 中美合作比中美战略对抗要好 那么朝鲜的意思 有一点原来他是不这样说的 那么他可能涉及到跟台湾的某种 按送秋波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中国对我不好了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地方 可以跟他讨论 或者跟他有某种关系 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国一个战略利益的 一个挑拨离间的一个说法 好的 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 您怎么看这两个共产党国家的论战 中国官媒我们看到 他首次提到金日成 发动韩战的这个非正义性 这标志是什么 中朝的论战 其实这一次并不是第一次 在50年代 比如说在1956年8月事件的前后 中朝就已经发生过论战 当时的论战围绕着中朝之间的一些主权 围绕着对苏联的一些缓和政策的一些争论 比如说当时朝鲜还在坚持要对解放南朝鲜 等等等等 对中国以及苏联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种挑拨 朝鲜其实在战后一直惯于使用这样一种挑拨的方式 在大国之间余温得力左右逢源 这一次的社论显然已经升级 而且正在进入一次新的论战 这次论战把台湾扯进来 其实也未尝不错 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江湖战争的时候 朝鲜和台湾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在这一次的朝核危机当中 其实中国大陆的所有有识之士 各方都也明白 中国对朝政策的处理处理不好的话 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那么朝鲜以为是捏到了一个软肋可以利用 这个实际上是朝鲜现政权相当聪明的地方 但是确实是对一个小国来讲 这么做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徒饶 而且我部分认同李伟东先生刚才的一些看法 好的 那么两国公开论战 中朝两国公开论战的焦点 我们看到是朝核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要从历史上来看 我们就发现很有意思 今天北京对平壤发展核武的态度 令人就不由想起 当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对毛泽东气急败坏 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以及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豪言壮语 比如说有人说 就是穷到荡裤子 我们也要发展核武 还有人说 要饭花子手里也要有一条打狗棍 那么我就请教李先生 在我看来 朝鲜正在走中国当年的路 那中国您觉得 它有理由指责朝鲜吗 中国现在当然有理由 但是朝鲜的核武器问题 发展到今天 确实有中国给它的一个 示范效应的一个结果 中国当年发展核武 一直到今天 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当然在中国大陆 不可能有任何争议 大家都一口同声的说 我们要加入核武器俱乐部 毛泽东当年 这个哪怕是饿死了很多人 哪怕是经济达到了崩溃的一个状态 仍然拿到了核武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可以发声 可以这个进入大国的核俱乐部 我个人一直不这样认为 我不这样认为 是因为中国当年 是有不做一边倒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国内战争 中共胜利之后 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个苏美两个大国之间 采取平衡战略 中国也是一个大国 然后完全可以不至于后来20多年 在毛泽东统治的28年当中 这个中国陷入那样的一个绝境 为了拿到一个核武 然后跟全世界叫板 当年所付出的那些损失 其实是非常重大的 不付出这样的损失 中国仍然可以有自己的战略安全 这是我今天的看法 但是朝鲜确实是受到了中国原来那样一种方式的鼓舞 那么今天我说中国指责它是有理由的 是因为联合国已经早早的确立了核不扩散条约 而且你在安理会反复协调这件事情 中方也多次指出 这个朝鲜如果不弃核的话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 中方也一直主张半岛无核化 所以中国今天把这个事情看得比较明白之后 觉得这种核扩散的危险 是对全世界 对这个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威胁 特别是朝鲜近在咫尺 这个对东北对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威胁 对两韩就是两个朝鲜国家 也都是一个威胁 所以中国指责它这个拥有核武器 而且不停地要发展 这个中方是完全正在站在一个道义的和正义的一边的 好的 那么下面我请教吴博士 中国当年刚才李伟东先生讲了 中国当年的处境和嘴脸 好像并不比今天的朝鲜要好多少 因此就有人说 中国指责朝鲜发展核武 似乎并不能那样理直气壮 那吴博士你有什么评论 现在吴博士的线路好像有一点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就把时间现在交给我们的听众 观众和网友 我们首先来接电话 首先来接电话上海的唐先生 唐先生您好 你好 我补充李先生一点 就是一定要让美国先打 否则的话 因为朝鲜很可能倒向美国 那么中国的损失就大了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朝鲜的问题 不能就是光从朝鲜来看 但从中美结盟的大局来看 包括中国未来加入北约 一起对抗罗罗斯这个大局来看 因为历史上就是打赢了朝鲜战争 毛泽东才震惊了他领袖的地位 那么习近平如果这次也打赢了朝鲜战争的话 那么也可以见尽他这个伟大领袖的地位 而且我在网上有一个视频 从朝鲜战争 看习近平如何挑战毛泽东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 好的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 我们下面接湖北的张先生 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我认为呢 如果美国炸打朝鲜 中国是不会再管了 因为我们国家所发展的武器装备和武器 都是反应性的 都是那个时候中国遭到了很多侵略 所以说它都是反应性的 只要美国就是那个中国会放弃朝鲜 就是我认为啊 中国现在在研究 共产党在研究 如果朝鲜半岛统一之后 它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 都不会对我们国家构成威胁 将来中国肯定会走向民族的 所以说中国也肯定会和美国走在一起 如果说朝鲜现在是倒向美国的话 它会是现在是自保的 如果说打个比方说 没有美国的话 那么朝鲜也跟中国不是一条心的 所以说我希望共产党明白这一点 现在的话 从朝鲜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 应该支持美国把朝鲜打掉 甚至把他的政策都改掉 我们中国就是 外国人只要不侵略我们中国就可以了 像过去那 尽量我们沙沙如巧就可以了 我们中国可以跟任何国家发展关系 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我们再接浙江的江先生 浙江江先生你好 浙江的江先生请抓紧时间 您在我们线上 好的浙江的张先生 这个看来线路断了 那么河北的张先生 河北张先生你好 河北的张先生请抓紧时间 这朝鲜的问题不要急于用武力解决 因为牵涉的问题很多 牵涉中国的利益 俄罗斯的利益 反正韩国 他也他有他自身的弱点 所以说还是中国那种主张比较好 是吧 还做这几些谈 做这几些谈 是吧 促使他放弃 那个 用河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谢谢你们 好的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现在呢 我们的跟两位嘉宾的这个线路呢 有一些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在这时间呢 把线路接好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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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欢迎您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对不起啊 刚才我们的视频 我们和两位嘉宾的视频连线的线路呢 发生了故障 现在我们都把它们换成这个电话连线了 有不便吃醋 另外一样让大家耽搁的时间呢 我们向我们的听众 观众 网友 还有我们的嘉宾 道歉 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来讨论 刚才我们提到呢 就是中朝两国这个争论的 现在一个焦点呢 就是这个朝核问题 那么我请教吴博士 有很多人呢 认为中国当年的处境和嘴脸 好像并不比今天的朝鲜要好多少 因此呢 就有人说 说中国目前 他指责朝鲜发展核武啊 并不能理直气壮 那吴博士 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对这个看法不能够 中国当时 喂 吴博士 您还在我们线上吗 在线上 请讲 继续讲 一方面是出于苏联 当时的国际主义的 非常国际主义的一种态度 另外一方面是 基于苏联当时对中共一种 在共产 在国际共产运动当中的 一个领导地位的承认 就希望 中国能够在第三世界 担当起一种领导的 一个作用 然后把核 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 以及导弹技术 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交换 尽管当时的援助 实际上是将一些 比较过时的旧的技术 援助给中国 但是苏联当时对中国援助 实际上是全心全意的 这是中国当时发展核武 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和原因 但是朝鲜目前发展的核武 从九十年代初以来 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进行 他们孤立的一种事情 说朝鲜的发展 喂 吴博士 对不起 看来吴博士的电话连线 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故障 那我们接着讨论 我们请教李先生 环球日报呢 他这样说 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 环球日报他这样说 说我们不与朝鲜公开论战 但是我们要坚守底线 那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 我请教李先生 您觉得中国下一步会怎么做 朝鲜有可能屈服中国的压力吗 朝鲜不可能屈服中国的压力 朝鲜是一直要把这件事玩到底的 而且朝鲜在这件事情上 不存在什么底线 我上次跟你们连线已经说过了 就说会不会迫于压力 他放弃第六次核实验 所以我看来不可能 未来几个月 如果他酝酿成熟 都会这样做 那么中国会怎么做 中国因为跟前一段时间的 这个对半岛的态度 一直有某些自我矛盾的地方 比方说这个韩国部署萨德 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 这件事情中国是一直反对的 而且掀起了很大的这种 民间的浪潮来反对 那么现在呢 中美要从这个战略对抗 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的战略对抗 通过他们这个海湖庄园的会谈之后 要走向某种战略合作 中国正在这个缓慢的调整自己的姿态 仍然对美国部署萨德表示出某种警辟和反对 但是呢同时要坚持半岛无核化 那么在这个语调下面 我相信中国正在这个紧密的在研究 朝鲜半岛下一步局势恶化的可能性 我认为中国正在逐渐的走向主动 比方说主动解决朝鲜问题 好的那我继续来请教这个李先生 那您怎么看这个中朝关系未来的走向 您觉得他会不会 现在啊就看这个中朝两国这个论战的这个 这个程度 他会不会呢 会部中苏和中越关系的后尘 走向全面对抗 甚至最终兵戎相见 您看有这种可能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中朝必有一战 这个中苏论战和中越论战的这个背后 最后都有战争 那么中朝之间这个论战刚刚开始 实际上是朝鲜这个论战的幅度 比中国要大得多 中国并没有用一种特别官方的媒体 来来直接回应 像当年跟苏联搞九评论战一样 中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因为刚才说了 这个他在整个韩国部署萨德问题上 美军的态度问题上 中美关系上仍然有很多迟疑 但是我认为这种迟疑本身是有某种不理智 或者说不明智的这样的角度的 我一直说 因为朝鲜的核武器主要威胁的就是中国和韩国 而且对中国的威胁比对韩国的威胁还要大 那么中国如果不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对中国来说隐患是无穷的 而且现在是一个极好的战略机遇期 就是美国已经放手让中国来主动处理 然后韩国跟中国之间一直表达着某种友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中国如果不能主动出击 就像我说的早打比晚打好 小打比大打 大打比小打好 特别解放朝鲜 是对中国来说是最有战略利益 和这个未来安全的 如果中国不这样做 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会 好的 那现在呢 这个跟北京的连线 现在又回来了 我们跟这个吴强博士的连线 看来现在又回来 那我来请教吴强博士 您同意刚才李先生这个 吴强博士 您同意刚才李先生这个观点 就是说呢 怎么看 对不起啊 现在看来跟北京的关系 跟北京的这个连线又断了 那我们现在继续把时间交给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听众观众 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 那我们就多给他们一点发言的机会 浙江的江先生 你好 浙江江先生 喂你好 请讲江先生 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朝鲜他 这样子发展核武器 宁愿遭受美国对他的威胁 说会发生战争的威胁 那他为什么这样敢挺而走起呢 发展核武器 那么他不怕美国真的来打他 把他的政权给兼付掉吗 好的谢谢浙江的江先生 我们的嘉宾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还是浙江 陈先生 浙江陈先生 喂 请讲陈先生 听得见 请讲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的总统现在是新上任的 然后我知道他在跟就是媒体在进行 讲话的时候 他提出了三步 对朝鲜 就是说 第一步要站在中美韩合作的同盟的基础上 进行中美韩三国的协商 然后他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提到是 想把韩朝关系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然后我就想请教的话 就是这一点能否在三国 三国共同处于协商的基础上能否实现 然后就是说他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 是朝鲜的核弹就是取消掉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可实现的 好的 谢谢浙江的陈先生 下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 福先生你好 我想说的是 这个要分析一下朝鲜是什么类型的国家 美国是什么类型的国家 我们的天朝是什么类型的国家 美国属于自由社会主义国家 朝鲜属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 而天朝属于掠夺资本主义国家 从而可以判断 朝鲜说天朝背信弃义 那是事实 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我想问嘉宾 假如把朝鲜政权推倒了 是按照美帝的模式走民主道路 还是按照天朝的模式走内定的道路 好的谢谢 谢谢山西的福先生 那我们首先请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 您来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几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好的 刚才三位观众朋友的问题都很有深度 那么首先说朝鲜为什么不怕 不怕美国我觉得朝鲜一直在玩这个边缘政策 边缘战略就说我把核武器的事情做到底 反正你们周边的各个大国不是一共有六方吗 这个这个韩国日本然后中国俄国和美国 这个这个大家都要给我好处 都要这个这个某种程度上让着我 而且我们在你们这几方当中踩钢丝 最后的结果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跟美国和谈 而且川普最近也抛出了橄榄枝 这个跟美国直接和谈 然后跟中国完全这个渐行渐远 跟俄国也渐行渐远 他为什么要这样 是因为有一个制度上的这个冲突 像刚才那个有一位朋友说到三个制度 我倒不是完全同意 关于中国的我比较同意 另外两个描述说美国是自由社会主义 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说朝鲜是共产主义我也不同意 那么这个朝鲜自己早就宣称 它是一种世袭制的国家 它早就早都宣布我自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这个已经有好几年了写入它的宪法了 所以中国和这个朝鲜之间 本来就存在着重大的制度冲突 已经不是一个原来的同体制同盟关系了 只不过还维持着某种 这个跟中朝友好条约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朝鲜之所以要 这个逐渐的跟中国拉开距离 是因为从50年代开始 跟中方之间就一直心存戒闭 从来就没有真正友好过 所有的友好时期都是要跟中国要好处 或者他在世界上极度孤立之后 他是一直试图跟美国建立直接的谈判关系 跟美国之间直接联络 至于美国能不能够说颠覆它的制度 这不好说 但是这个朝鲜一直抱有这样的期待 那么对中国来说 这个如果未来能够出兵朝鲜 或者说解放朝鲜的话 那么中国一定要做出民主化的承诺 请不用担心 如果中国不介入一个民主化制度改革的话 那么美国美日韩都不会同意的 那么中美这次合作 意味着如果一旦中国主动出手 解决朝鲜问题 必然要对它的民主制度 做出某种未来承诺 和未来的和平统一做出承诺 不然的话美日韩也是不会同意的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北京 吴强博士的连线 现在又回来了 那么我们就刚才的问题 继续请教吴强博士 您如何看待中朝关系 未来的走向 中朝之间会不会 不这个中苏和中越 这个传统都是过去传统盟友 不他们的后尘 最终走向全面对抗 乃至兵戎相见 您看会不会走到这一步呢 从历史上看 中国和周边国家 和曾经的共产主义伙伴国家 都发生过 从兄弟关系 然后变成兵戎相见 中国一直是有这么一个 背信弃义的历史 在49年以后 所以这一次跟朝鲜关系 仍然不能排除 这样一种可能性 这是第一 第二 中国对朝关系 在过去十年 特别是最近的五年 在朝鲜发展的关键时期 中国是一个战略暧昧的态度 这样一种战略暧昧的一种态度 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一个战略耐心 实际上是更糟糟的一种结果 那么中国某些上讲 过去的战略暧昧 要对现在的朝核的危机 要负很大的责任 第三 这样一种战略的暧昧 或者说中国对朝关系的 这样一种 不模糊 不确定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中朝关系的不正常 也是因为朝鲜 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特别在冷战之后 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在东北亚关系范围内 在世界的关系范围内 当然有的朋友 有的听众说 这是因为制度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这些差异确实是有意义的 但不仅如此 朝鲜没有能够有效的 融入到冷战后的东北亚 以及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正是朝鲜发展核武 以至于现在 通过核武的发展 来挑战国际秩序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在未来的发展 能够真正去除核武化 也必须把朝鲜融入到 全球化 融入到国际秩序当中 这是对中国的最大挑战 那么中国在意识形态上 在经济国家政治制度上 怎么样来处理对朝鲜的关系 怎么样帮助朝鲜正常化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任务 在中国历史上 在我印象当中 49年之后 还很少有这样子成功的先例 之前 比如说我们知道 中国在输出革命的时候 曾经这么做过 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但是之后 中国在输出革命 1970年代之后 采取了收缩的战略 再也没有试图 像其他国家输出过一种方式 当然在过去 我们知道中国崛起以来 中国现在尝试 向学生界 输出中国特色的一种 威权主义模式 但是是否能够成功的 帮助朝鲜 也转向中国自己的模式 实际上这是太多的不确定 从最近的发展 特别是川普和习近平 在海货会议的最新的发展来看 中国更有可能 不是像李伟东先生刚刚所说 中国往民主化方向发展 恰恰可能是相反 要保留中国自己的一种 威权主义 以通过对美缓和来保留自己特色 在这一上讲 对朝鲜实际上真正是陷入了一种困境 无法在朝鲜一个真正的选择 好的 那么就在中朝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同时 有传闻说美朝之间正在悄悄的酝酿 进行直接的对话和谈判 刚才我们的新闻和刚才李伟东先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我请教李先生 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美朝直接谈判 如果有 让中国情何以堪呢 现在从中美的合作角度上说 川普政府虽然向朝鲜抛出了橄榄枝 说哪一天有可能在美国接待金正恩 但是事实上他目前不会这样做 而且美国的军方仍然给出一种比较强硬的态度 如果他美国想这样做 等于撕裂了跟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关系 这个我相信美国战士不想这样做 但是朝鲜是一直试图这样做的 好的那我请教吴博士 刚才李伟东先生说呢 朝美之间不会有这个直接的一个谈判 不可能有 那么有人说呢 朝美关系有没有我们姑切不论 但是中朝关系的恶化已经是确信不疑的了 那么让中国在自己边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 并且这个敌人还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敌人 有人说这就是中国对朝政策的一个最大败笔 那吴博士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的评论其实跟刚才的回答是一样的 就是说中国的战略暧昧 实际上是要负很大的责任 姑息养奸某种意义上讲 帮助或者说纵容朝鲜 现在拥有了一种真实质上的核威胁 第二中国并没有做好真正去核化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个路径图 一个战略安排 包括中国自己的制度选择 包括对未来朝鲜半岛统一的一个政治承诺 我们知道 某种意义上讲 真正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必须要在朝鲜半岛的南北统一的框架下 才可能进行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真正帮助朝鲜 融入到东北 融入到国际秩序的一个终极的道路 这就是无永远无法避开的 也就是说要特地解决冷战一流问题 就在冷战一流问题 在冷战后的格局范围内 来解决冷战当中的问题 才可能消除朝鲜的这么一种所谓 在主体思想帮助下 主体思想发展之下 来进行核武发展的这么一种战略指导 更何况 朝鲜发展核武的另外一方面 我最近刚刚从朝鲜调查回来 旅游回来 我们看到朝鲜内部的市场经济的 已经某种意义上讲 相当的繁荣和发展 朝鲜人民并不希望打仗 但是他们政权的基础却是 基于这么一个主体思想 而主体思想的今天 它有一个非常具体和现实的象征物 就是它的核子发展计划 在这意义上讲 对朝鲜政权的合法性的转移 或者统一或者合并 或者如何通过说服金正恩本人 帮助朝鲜政权 融入到朝鲜半岛统一政权当中 或者融入到更大范围 融美亚的格局当中 或者说帮助朝鲜人民 选择一种更大的一种政权合法性 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 仍然是存在的 也就是通过帮助朝鲜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让朝鲜人民 发挥正大的一个角色 发挥正大的作用 发挥正大的声音 来帮助朝鲜的领导人 或者像朝鲜那种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把他们政权合法性 建立在经济技巧基础上 而不是建立在核的主体的效忠上面 那么也许朝鲜的核的 即使在不动弹道统一的问题上 也可能缓解朝鲜的核武器的发展计划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不起 我们今天发生了许多技术故障 我这里要向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 以及我们的嘉宾 作出道歉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 以及网友 我们今天对不起 没有网络 所以今天也没有网友 他们的评论和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 我们这些听众观众和网友 我们同时也要感谢 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时事大家谈 它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